欢迎回来 欧站伟金未解 全球经济成长趋缓 台湾的出口产业连续5个月衰退 7月的出口比去年同期下滑11.6% 其中手机大赏宏达电的业绩表现不佳 影响很大 今年的出口比去年减少了810亿元 大盘一片红光满面 唯独宏达电暗自啰气 连池两根跌停后 虽然周三开盘马上开锁 但股价依旧无法止跌 创下7年来新低 想当初去年5月到达巅峰时 飙到1300元的历史天价 市值超过一兆 现在蒸发到只剩下2049亿元 缩水将近81% 光是1到7月的营收 就比去年减少800亿元 占了资讯与通信产品 出口金额的90%以上 自由品牌的话 可能发展已经到一个极限 它的股价中线上的低点 我都还没有见到 整个手机产业的成长动能 以及未来的一个展望 都是比较保守 因为已经没有一个新的一个需求 或者说新的一个研发来做一个出现 手机产业受挫 对台湾出口造成很大的影响 财政部统计处公布7月份出口 248.5亿美元 年减幅度扩大到两位数 下滑11.6% 连续第5个月呈现衰退 今年1到7月的累积出口总额1716.5亿美元 也比去年衰退5.8% 相较于其他国家 只有台湾和韩国是出口负成长的国家 产业链陆续外移到中国以后 其实台商在中国所生产的原物料 半成品机器设备 已经开始取代台湾的出口 必须要开始重新思考 如何发展在地的经济或是内需 学者认为台湾长期把产品外销到中国 比重高达四成 现在中国慢慢转型 积极推动进口替代政策 降低对台湾的依赖 台湾经济如何脱困 向上成长 恐怕得定谋方针 或积极破绽内需市场 新常也在电视中文报道 наком接下来